台北慈濟医院送物资到临近的 中医育幼院 当中包含市面上比较难买的 小小孩口罩 像这个就小小的 对对对 刚刚好 要分年龄的口罩 那小一点的就是立体口罩 所以其实我想是以防疫 食用为主 那还有面罩 那还有纸粘土啊 点心啊 我想这一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 我还在想说他们如果有去哪里的话 可以带着 刚好 刚好 谢谢 下周就是幼儿园新学期的开始 也带来符合孩子尺寸的面罩 让他们做好全面性的防护 这是及时语 因为这些消耗品 而且有些物品都是不能反复使用的 然后医院过来的东西 我想百分之百是高于这个社会上 或是我们民间可以购买到的标准 除了送上物资 也期盼疫情尽快消弭 医疗团队能够再次为孩子提供服务 大爱新闻台北报导 下周就是广东西的地区 下周就是广东西的地区